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日前在亚利桑那举办的Tech Tour活动上公布了其次奈米级 基于Intel 18A先进制程i米级工艺打造的两个重磅全新产品 代号为Tanthor Lake的PC处理器以及代号为Clear Water Forest的四伏器晶片 而与之对应的先进制程工艺则是重中之重 目前Intel 18A已达到量产良率并已在亚利桑那州的Fib 52工厂进入量产爬坡阶段 预计将于2026年上半年推出 在此背景之下Clear Water Forest的运算核心构建在最新的Intel 18A技术上 充分利用了Intel 18A的两项关键技术 环绕闸机GAA和背部供电技术PowerWire 可以达到降低闸机电容 提高核心逻辑密度以及能效的效果 产生超过90%的电池利用率 同时Intel 18A通过PowerWire和背面基础层能够优化和增强序耗布线 并优化电力传输 从而降低4%至5%的功率损耗 全环绕闸机技术Ribbon FET通过先进的工艺将勾到以三维堆叠方式排布 可实现晶片进一步微型化 从而对高密度处理器的设计带来极大帮助 此外 因为闸机是通过全方位360环绕整个勾道 可以带来更低的功率损耗 同时可以通过调整奈米管的宽度来实现对管道内电流的精确控制 结合多预值电压模块的设计 可以在不同尺度 不同设计上选择最优的奈米宽度和电压预值 来实现动态功耗以及静态功耗的平衡 背部供电技术 PowerWire 与传统仅在电晶体正面布设金属层 同时承担设号传输和供电不同 PowerWire 在电晶体背面增加了专用于电源互联的金属层 通过将电源互联和设号互联错开 可以有效解决设号和电源之间相互抢占金属层资源的矛盾 降低了布线拥塞 带来效能提升 同时可以更好地优化设号连接层的布局布线 从而达到更高的单元利用率的目的 通过将凸点移到晶片背面 采用奈米级的TSV 尺寸为通常TSV的十分之一 可以直接通过更短的路径 将电源从封装传递到电晶体内部 从而实现更高的电源布线效率 得益于Ribbon FET全环绕炸极电晶体和PowerWire背面供电技术 Intel 18A相较Intel 3实现了在相同功耗下 每瓦效能提升15% 在相同面积下晶片密度提升30% 其中PowerWire背面供电技术 充分利用锡片的两面 在正面传输数据讯号 在背面为电晶体供电 从而在缩小电晶体尺寸的同时 也降低了功耗 在近年来的晶片架构设计中 Intel一直在延续分拆晶片 Di-Desegregation设计 或是抑制晶片整合的模块化设计思路 从而实现不同制程节点的晶片块封装 在智强6P和Granet Rapids的架构中 包括三个运算记忆体模块 Intel 3工艺 两个IO模块 Intel 7工艺 和12个EMIB模块 2.5D封装工艺 而在Clearwater Forest中 采用了12个Intel 18A工艺运算模块 三个Intel 3工艺的有缘锡机板模块 Basetel 两个Intel 7工艺IO模块 和12个EMIB模块2.5D封装工艺 除了Intel 18A首次在四伏器晶片 Clearwater Forest上引入外 Clearwater Forest在SoC设计中 充分利用了先进封装技术 即Intel的全3D集成 Favoros Direct 3D技术 Favoros Direct 3D 可以支持9微米量级的突点间距 进行同对同的建合 相较于Favoros S的2.5D 封装突点间距25微米 极大缩短 Favoros Direct 3D互联的中间部分 是有缘锡机板 除了能够完成Di和Di之间的互联之外 还可以引入部分先进的逻辑和记忆体单元 从而实现更高的跨对间的互联 以及更大的三级快取记忆体 同时可以实现高密度 低电阻的晶片间互联 达到0.05PJ每bit 非常优秀的功耗比特效能 0.05PJ约为2.5D技术 所能达到的功耗的十分之一 因此利用Intel 18A和Favoros Direct 3D技术 可以将Clear Water Forest的能效比 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Clear Water Forest的12个运算模块 对应12个Intel 18A工艺的CPU小晶片 通过3D混合键和同互联技术 同对应的三个Intel 3工艺的独立的 有缘吸机板相连 有缘吸机板并非传统工艺 而是采用了Intel 3工艺来支持更高的互联 以及三级快取记忆体 三个有缘吸机板和分布在左右的 两个Intel 7工艺 具备高速IO 互联结构和加速器 通过EMIB 2.5D先进封装技术实现互联 所以 整个Clear Water Forest 某种意义上是一种3.5D的互联方式 而在Clear Water Forest中 也首次实现了Intel 3代先进制程工艺的机盒 由此 通过Intel 18A先进技术 可以实现更高的算力密度 同时在Clear Water Forest 采用了3D堆叠的封装技术 实现了三级快取记忆体和CPU运算模块机奥 Clear Water Forest相比于上一代 增加了5倍末端快取记忆体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增加来自3D堆叠技术 即在有缘吸机板上布置3级快取记忆体 传统的运算带和密度受到其他模块的空间限制 Fabric、Cache都会占据较大空间 而如果将这两部分进行3D堆叠 就会让运算带更加纯粹 主要CPU核加部分L1、L2块取记忆体 这样就有更大的空间塞入更多核心 因此 结合Intel 18A的算力密度 以及3D堆叠先进封装 是Clear Water Forest中实现核心数翻倍的重要原因 Intel技术专家表示 Fabric技术从本身概念上并不复杂 但在制造和测试中最大的难点在于 因为堆叠的每个Tile和Chiplet 都已完成了功耗等测试 已经是效能完好的产品 在此基础上 在进行带键的堆叠时 产生的任何损耗 对整个晶片而言都是非常大的损失 因此非常考验连接的精密度和完整度 续好稳定性等 从而保证最终在全面封装之后的凉绿 总体来看 Panther Lake最终的晶片命名还有待公布 将于今年底问世 Clear Water Forest则被命名为至强6Plus 将在明年推向市场 凭借Ribbon FET和PowerWire背部供典 在制程工艺上的重要革新 作为Intel 18A打造的首款面向资料中心市场的四伏器晶片 Clear Water Forest带来出色的效能和能效表现 但能否和台积电的2奈米打出一个怎样的胜负手 还需假以时日以观后效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